大家都不喜歡吃東西 為什麼 花博是在航道底下 大家知道嗎 飛機航道底下 就是飛機會飛過去 我在蓋溫室的時候 我一定可以看到這個飛機飛過去 你知道只要有生物 它面對到這麼大風 你如果家裡住在 飛機場的航道下 你好睡嗎 我跟你講絕對不好睡 我的魚也一樣 不吃啊 太吵了 下一頁 這是我們的水床 剛開始蓋的時候 還有設計 結構不是問題 科長擔心是什麼 防台 我都可以啊 我台風來的時候每個都捲起來 這股價給他吹啊 請問這樣可不可以防台 你看 你知道嗎 只要有水壓著 這個水 每一道大概都有幾百公斤重 根本吹不動 他們一開始很擔心颱風 結果沒事 好下一頁 好 很質疑喔 他到現在很質疑喔 可不可行 他說 這台是什麼 遠端監測 這邊可能看不到 像我們養魚啊 台灣目前 在做魚菜共生 做監測系統 只有我們 什麼意思 我現在就可以知道 那我花博的水幾度 也許值多少 濃氧量多少 這個東西是我們跟廠商 合作開發的 我們是電子業的 所以這個東西好不好搞 人家一太要多少錢 上次一個廠商跟我講說 我偶爾幫你做 外面做 國外做很貴 七十幾萬 我幫你做 五十五萬 我告訴他 我十八萬搞定 他說那你 你量產給我 我說不要 真的 幹嘛賣知識財 我賣給你 我不如去賣大陸 對不對 好下一頁 好 我們來講 魚菜共生的好處啊 省水 為什麼省水 因為 我們面對只有水蒸發 的量 可是你撒到土裡之後 對不對 你沒辦法回收 所以我們省水 循環 而且 我們可以用雨水回收 你知道 我那時候還沒有規劃 雨水回收的時候 我就想 啊我們水 像自來水會用的量很大 結果我看到那個暴雨的時候 那個階梯啊 跟瀑布一樣的時候 我想啊 我們應該不缺水了 我們只要做水塔就好 不缺水了 省電 來跟各位報告 我的整個300坪的農場 只用了 大型的馬達 一馬力一顆 然後二分之一馬一顆 然後六分之一馬三顆 搞定 所以我的電費 我的電費 目前算下來不到兩千塊 而且我不是全時打 你懂嗎 你水讓它流 要慢慢流 慢慢走 所以我很省電 省能源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廠商能夠贊助我太陽能板 如果廠商能夠贊助我 大概二十萬 他說你的電那麼省 二十萬就搞定 我就可以完全不需要排電 不是 就是說四電病的話 我們可以用太陽能來除電 大體可以用 甚至 我們沒有土壤 沒有蟲 比較沒有蟲害 然後 這邊沒有放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有用一個新的工法 叫水淹法 然後 我們 種的菜 你可以往上嗎 往上 先幾張 再往前 好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層一層 我們的菜 到凌晨或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讓它整個水淹過菜 這叫水淹法 跟日本偷學的 做什麼用 日本人是哪來灌溉 因為他們在水裡 他們是用養樂多 用什麼養液 去讓葉面有肥 可是我發現 有點錯了 這個方法不用 用水就好了 淹過去 蟲就不敢來了 你會感觸在 有淹水的地方嗎 不會 所以我的菜呢 每天就是 讓它醃一次 所以我要不要噴農藥 所以 養液店去看我的菜 沒有什麼蟲害 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這個沒有網子 你看我的設備 都沒有用網子 為什麼不會有蟲 我說除非它想被淹死 然後想被魚吃掉 因為它淹了之後 它就會浮起來 浮起來之後 那水再流下去 就會被魚吃掉 那你覺得魚從未來嗎 聰明一點 好 下一頁 好 空間 第一 台北市 應該是最適合做魚菜的地方 因為 我去南部推的時候 那種小系統 都被大家罵得要死 你這個能種幾顆菜 我說 那我們這可以換屋頂跟陽台 我說 那你做 做一個陽台要多少錢 我說老闆 你覺得陽台多大 30坪 台北市 你跟人家說 你的陽台有30坪 陽台喔 陽台不是露台 陽台30坪 基本上你家是豪宅 基本上你家只要陽台還能夠種菜 露台還能夠種菜 真的 那個都是豪宅 我去了很多朋友家 根本就沒有露台 怎麼打掉對不對 然後現在咧 台北市市民一直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再做小一點 做小一點 最小15公分 寬度15公分 長度可以延伸 他說這個叫窗台 就是你們那個逃生窗 那些什麼時候出去那一層 想要種菜的人 我跟你講很特別 會想出很多 我說這樣子小小一條 沒關係 小年人你幫我做 你幫我做 我開心就好 對 種出來的菜都像香肢的鬼 還會這樣 因為沒有太遠 問題是他吃菜吃得很開心 安全 好